大家好,我們今天講NN Deny第十八章 那這十八章是第十九章的先輩知識 要了解第十九章,第十八章就是一些他的基礎 這個所謂的Gorsberg Network是一位美國數學家Steven Gorsberg 他基於對於視覺的一些神經科學還有心理學上面的一些研究結果 他發展出來的數學模型 那在開始之前,我特別拿出來這張裡面的一段話 那我覺得蠻重要的,就是現在很多人在study、深度學習 或是其他的類似網路模型 那通常都不會想要去了解說 他是怎麼從生物學上面、心理學上面一些靈感所啟發的 那過去的歷史證明 那這個AI本身就是一個跨學科的領域 他需要很多學科包含數學、生物學、心理學、物理等等工程 各方面的知識的融合 那這張裡面,因為Gorsberg大量採用了很多生物學上面的發現 所以他在這張裡面開頭先簡單的介紹一些關於神經科學 視覺上面的神經科學還有心理學上面的發現 然後基於這些發現,來延伸推導出他的數學模型 那我們就從神經科學開始 那這是一個眼睛 那眼睛裡面最右邊的部分 是所謂的這個進來 從我們的這個角膜進來 然後這個是水晶底 水晶底就是用來對焦用的 那經過水晶底會 這個影像會投射在這個四網膜 這個Lutina 四網膜上面 那四網膜你把它展開 它的結構就像佐渡這樣子 它比較奇怪的是 它這個光呢 光線這個Photon的光子呢 會穿過前面幾層的細胞 到達這個三層結構的後面這一層 這個就是生物眼睛的光接受器 Photoreceptor 那裡面大概分成兩類 分做Consell跟Russell 所謂的追狀細胞跟感狀細胞 那追狀細胞 基本上負責比較detail的視覺 然後彩色訊號 那一些模糊的黑白的訊號 會接的訊號 是這個感狀細胞會比較敏感 那在這之後呢 這是叫所謂的色素上皮細胞 你如果從一個人的眼睛 他的瞳孔裡面看 你看他那個棕色的 就是這個色素細胞呈現出來 那他的傳導有點奇特 光線從前面進來 就是這個四網膜 經過這個眼睛 這類似這樣的透鏡到四網膜投射之後 到達這個追狀細胞跟感狀細胞 然後他會產生這個電訊號的反應 然後他就把光訊號轉成電訊號 就像那個物理的光電的轉換 那轉換之後 他會由後往前傳遞 透過中間 這中間有所謂的bipalic cell 還有這個叫corontal cell 跟emocrine cell 這一層的這三種形態的細胞 然後再傳到前一層 叫做神經結細胞 然後他會形成這個神經素 形成神經素之外 然後他就整個會往這個叫做LGM的 叫做外側細狀核的一個結構 然後最後到這個大腦的後方 然後初級視覺皮層區 就會一層一層的 然後初級、二級、三級、ID 一直在視覺皮層裡面 把這些訊號層面解析出來 那中間跟後面這層在幹什麼? 這個是在做光的訊號的這個 就是我們真側大腦裡面 他會有不同的邊角 那bipalic cell 他有兩種 一種叫做on center 就是中央的是on 一種叫off center 就是周圍的是on 那最後他會產生這個方向性 所以這個叫做oventive 待會我們會講 這個是眼睛 他裡面的這個構造 跟這個視覺處理 那有一點 大家或許知道會不知道 這眼睛的成像 跟那個我們物理上面的透鏡的成像 是一樣的 所以比如說一個人這樣是正正的 進到這個視網膜 他其實是倒立 但是他的成像是倒立 是我們後面視覺的處理 再把他讓你感覺是正的 其實你眼這個視網膜看到的這一層 他其實是倒立的像 那經過這個視網膜呢 剛剛有提到他 他會透過這個lgn 然後傳到頭部的背側 這叫初級的視覺皮層 那他每一個眼睛都會分兩路 有一個到右邊 有一個到左邊 那左眼也是這樣一個 右眼一個左眼 就是左右各一路 所以他一定會受到一些生物上的限制 我們知道細胞一定要需要氧氣 那氧氣是由血管輸送的 所以在眼睛裡面這個血管 動脈經脈進來跟出去的地方 他是沒有射出那個光接受器的 就是沒有有也很少 就是前面的這個 這邊的這個 椎狀細胞跟感狀細胞 這些光接受器 那他一個地方呢 我們叫做Mysbar 就是Barn這個血管進出的地方 這地方是哪裡呢 這地方就是我們剛剛 這個進來乘數的地方 就是所有這個結狀細胞 在傳遞這個 由光轉換成電子訊號的這些神經素 這些神經素會阻擋了這個 他的前面的光訊號的進來 所以這一個小小的區域 我們叫做盲點 這是所有有眼睛的生物 他共有的一些特徵 那有一個區域 離這個盲點不遠的地方 我們叫做Fovia 中文翻成叫做中央小窩 那這地方幹嘛 這是我們眼睛視覺的焦點 就我們眼睛雖然看範圍很大 可是他中心聚焦的地方是最清楚的 就是說你眼睛對焦的那個點 給我現在看這個Richard Richard的那個整個人像是很明晰的 可是周圍的看 同時周圍的影像就會相對的很浮 因為這個對焦點會在這個Fovia的地方 那其他的周圍會有感狀細胞負著 感狀細胞他就沒有化那麼清晰 所以他的成像會是比較模糊的 所以你的區域是固定的區域 這個區域就這一點點 因為透過我們這個眼球的對焦 他下面這張圖會很明顯 這是中心點 那我們會調這個中心點的位置 這個中心點會對到這個中央小窩 這個看得最清楚 那對於左眼而言 他的盲點Binespar在他的左邊 所以由他在你的左眼的 這一個方向過來的視角 他是投射在這個盲點的區域 這就是所謂Disk 就是剛剛講的這個Binespar 這邊就什麼都看得到 那一樣對應你的右眼的時候 他的右視眼會對應到 左眼是在右邊 右眼是在左邊 所以在右視眼的時候 他投射相對的這個點 他就看不到 所以對照這張圖 我們前面這個就是右眼的 真正的切割圖 意思是說他那個點 他的細胞會有什麼不一樣嗎? 那邊就 就是基本上就什麼都看不到 可是我說這個焦點的地方 焦點的地方就會特別清楚 因為他會對應到 對 他的細胞本身有什麼不一樣嗎? 第一個就是說 他主要的組成是椎狀細胞 負責精細的解析跟彩色視覺 然後第二個特點是 剛剛我們有看到 這個 從這個視網膜進來 他分三個結構 那光從這一進來 所以這邊會受到一些阻擋 可是在那個中央小窩的地點 這兩層的細胞都會比較邊邊 所以他排列會比較散開 所以他光會比較容易通過 所以可以看得相對的比較清楚 這是他的一些特性 從這個心理學實驗 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盲點他是如何呈現的 那這個實驗就是 你眼睛要看左邊這一條 就是目視左邊這一條 然後用你的右眼 把你的左眼遮起來 這時候你用右眼看 右眼看 然後左眼遮起來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因為兩隻眼睛都有左右大膜 都有去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呢 因為你的左眼遮起來 所以 錯了 因為左眼遮起來 所以左邊這個通道就沒有了 這不看 我們看右眼 右眼在你的右邊的視野 在某個特定的角度 他會通過這個盲區 所以他如果剛好在這個角度 右邊的東西 在這個線上是什麼都看不到 所以對於到這張圖 你遮住你的左眼 左眼的效應把它拿掉 用你的右眼來看 左邊這個點的時候 那因為右邊這個藍點 出現在右邊的視野 就前面這個位置 所以他會 這是藍點 所以他會經過盲區 你如果之前有做這樣的實驗 你可以看到 你用你的頭前後去對 然後看著左邊這個點 到達某一個距離的時候 你會看到 右邊那個點就完全消失 就完全看不到 這就是盲區它產生的這個作用 那因為這個盲區 所以在眼睛這邊 事實上是有一些東西 是看不到 這邊也有一條線來說明 所以如果看到一個物體的邊 還有一條線 那這邊是他的動脈 他動脈因為有血管 所以就沒有視覺接受器 然後這個是那個 那個膝蓋 就是視神經形成了神經素 這地方也沒有接受器 所以對於這個H而言 這邊其實是什麼都看不到的 這白的地方是沒有的 但是你眼睛 事實上你人會覺得 其實整條線都還在 對不對 就是他有些補償作用 他這裡提了兩個名詞 一個叫emergent segmentation 一個叫future filling in 這什麼意思呢 一個就是幫你把H補起來 另外一個就是幫你把裡面的 灰階跟色彩補起來 尤其是這個H的效用 特別明顯 那這個可以透過一些 以知人心理學實驗 來證明眼睛如何 就是後面的視覺處理點 不是眼睛 就是眼球之後的這個視覺的處理 如何把這個H跟裡面的這個 整個這個灰階 內容的灰階把它補起來 我們先看這個所謂的 emergent segmentation 從古邊 看這兩張圖 你看這個白色的倒三角形跟這個圓 那事實上 這白色跟這邊邊的這個 像那個 玩遊戲那個 這個叫什麼 小精靈 小精靈 長得像小精靈這個 在他們中間這邊其實都沒有邊 這三角形這邊都沒有邊 但是你可以看到有個倒三角形 那一樣這邊像 輻射狀的中間 你會看到一個圓 你會有一個白色圓的邊 事實上它還是不存在 這就是視覺後面的補償 然後你出腦骨圓 對對對 就是腦骨圓 那事實上這在視網膜上面 是真實是並不存在 那另外一個現象 它把這個future fill in 也加進來 那一樣的 在這三個同心圓 黑色跟中心的 都把它填藍色 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淡藍色的圓的邊 除了這個邊淡藍色跟這邊真正是藍色 你可以看到這個圓 其實有一點淡淡的藍色 有沒有 所以它就是前面講的這個 這邊所謂的future fill in 它幫你把這個 就像這個透明度的藍色一樣 它就把你這個內容 也做了一些腦骨 這是一個心理學上面 很有趣的 叫做visual illusion 幻覺 或者叫做錯字圖形 那這又給它一個特別的名詞 名詞叫meon color spreading 就在說明 生物上面的這個生理結構 產生了一些有趣的現象 那這本書 針對這部分 它並沒有把這個gospel 相關的模型納進去 但它有提到 它1989年相關的入文 那因為它書上並沒有講 提到但是沒有講 而且內容不是很容易懂 所以這部分 我也沒有把它補充進來 那有需要 真的有想要了解 可是我才自己去看這個1989年 Svan Gospen這篇論文 那裡面它就有針對這些現象 還有相對應的數學模型 除了這裡 我們剛剛解釋到這個細胞 這個前面這個 最前面 這三層的架構 它會有一些方向性的處理 這張實在要講解 那在前面的細胞呢 就是雙極細胞 這邊紅色代表是那個興奮性 那藍色是代表抑制性的 那有的時候用這個加減來表示 這一篇論文用紅色跟藍色來表示 那左半邊 這個就是所謂的 on center 那右半邊就是off center 就外圍是通過 然後內圍是抑制 所以當它們排列成一定的方向的時候 經過一層層傳到這個後面的細胞 你就可以看到 它形成一個一定方向的結構 那到了我們上一次在講那個 SpyMail Network的簡單的提到 這個它原始的這個模型 這個神力細胞 在大腦初期皮質區 有所謂的簡單細胞 跟複雜細胞 那它會有一些方向性的偵測 就是前面的四網膜這邊的細胞 它處理之後 它會產生這樣子的方向性 下面這張圖更明顯 由於這些方向性的不同的 單極細胞 它排列成的一些方向性之後 傳到這個LGN 再從LGN到Symbol Cell 它就會有不同的Edge Angle 所以我們可以測到不同的角度 簡單來講 它是可以大致上類比這個樣子 但事實上 身體的結構它更複雜 比如說書裡面它有提到 但是它沒有在聲音錄講的 它所謂的這個 Pore-ended Exceptive Field 這裡面就是第三種情況 一邊是Ont 一邊是Off 前面這兩種是 On Center 跟Off Center 那這是第三種情況 一邊On 一邊Off 而且你可以看到 它只有跟Edge 在同一個方向上的時候 這群神域細胞才會Active 如果它方向不一致 有偏差 它基本上就是不會Active 那這邊指的是方向性 所以並不需要在同一條線上 所以在右邊這種情況之下 它的Edge 它的Orientation是一樣的 所以這一群細胞就會被激發 這是所謂的Orientive Deceptive Field 除了Grosper的模型的方法 近代也有用一些濾波器的做法 內文裡面我沒有提到 頭裡面我們也講 口頭上面說一下 也可以用所謂的Gabble Filter Gabble Filter 它會就是在抓Edge 它是一個三角函數的 副平面上面的一個濾波器 它的作用就會產生它在某個角度 因為它是三角函數 所以你取了濾波的角度 就可以把H找出來 也有一些是用所謂的Gabble Filter 來做 到此有沒有問題 剛剛那個LGN 它是2D和3D的 所謂2D和3D 是什麼意思 因為你這邊它有1加2加3 那你在視覺上 你照那個神經 然後去算出來它的方向性 那 如果你裡面譬如它 它就是2D 那這邊它的動態處理 現在的神經科學研究 就我知道了我理解了 並沒有還沒有那麼清楚 所以它有可能有3D進步 因為我們有地理視覺 包含這部分 它應該有參與一些3D的處理 因為一般比較表面的想法 所謂的3D視覺是靠左右的視察 對 可是這邊因為你是用細胞的方法 對 這邊研究比較特色 其實就是關於角度的真正 靜態的靜態2D角度 這張古臺 對 所以我在想到 因為它用電位差 造成一個角度 那你又是 有角度的話 你很難講說是2D還是3D 所以如果我們有真的3D視覺 有可能是從這邊發生的 有可能 不過這部分沒有深入研究 就我知道就是說 關於3D的生理機制 目前來講 所知的還不夠多 對 那你剛剛講 雙眼視覺的確 就是它們之間的相差 對於3D的延伸很Key的一部分 但是要余佳之 就是說 但是這是表面的講懷 我們還是要回到最後四層經 我們在我們腦裡經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 就是說它絕對是 3D絕對是左右四差 是絕對 因為我們從這張看到 就它每一路都有左右兩邊處理 所以左右兩邊的視角 它的路射角的角度差 絕對會讓它的成像有不一樣 所以3D很大一部分 絕對是左右眼處理 這無用症 對 所以應該把那個問題分開 所以我們剛剛講 問LGN是在後面 LGN是這裡 它會透過 就這個視網膜 會送到這個叫做 外側膝狀的處理之後 所以左右眼 那個是同網部分在前面 那LGN這個是後面 所以我們應該把3D視野 分成兩部分 那前面左右眼 是它造成的 已經完成了 那現在是LGN 它在處於神經的視角 我覺得大部分應該是 從初級視覺彼此的區開始 因為這個也只有單相 這邊算是一個進一步的 image processing 對 它是一個中計中心 對 剛剛我們又問了 就是進來兩條 為什麼出去視法 那只是示意圖 還是實際上 這我沒有那麼清楚 對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 回到剛剛這個 有GN 有一點我知道 就是說 從這邊的細胞 到這邊的細胞 其實是 減少了很多 所以這邊其實是 做這個 大量的這個 reduction 就是說這邊的 光接受器 相對於後面的這個 結狀細胞 它數量是好幾倍 對 對 那就對來要合理 因為光是從右邊進來 瞳孔是在右邊 那你這樣的話 就是完全解釋得通 那我剛剛問的是這個 因為這張圖 讓我想起來就是3D視覺 真正的處理是在LGN之後 就是LGN這邊 它不只是處理角度 但是因為你3D也是要用角度 然後透過這個電位差 然後處理到角度 然後再到後面那些 整個在這個之後 3D視覺就形成了 所以我的導力是 有可能 但這邊我沒有深入研究 所以我辦法確定 沒有關係 我只是 因為書你有看 我說這本書 書裡面沒有講這麼深 要關於這邊 關於這個 生物視覺基本上 就可以寫一本書了 不好意思 我又是直覺性的 直覺性的判斷 就我所知 就在這一部分 關於3D的研究 所知並不多 是啊 因為人類在這部 還沒有完全了解 我只是說邏輯上直覺 我就講出來 不好意思 OK 那還有其他問題嗎? 沒有問題的話 大致上 關於這個 眼睛的這個 生理學 我們剛才講的 那 在心理學上面 我們看到一些現象 他的這個Gosper Model 也把他講得進來 一個現象 就是所謂的這個 光的強度的 我們眼睛處理的是 它的相對強度 而不是絕對的強度 那這是一個心理學實驗 當然 我們能眼去看 這個兩個同心意圓 那 同心意圓 你念的這個 比較淡的 這個圓呢 死心的圓呢 他的灰階強度 跟右邊的這個 去看 你會看起來兩個 左邊跟右邊這四個 你會覺得他跟這個一樣 對不對 這時候你用這個燈泡呢 去把他照得更亮 再來比 你會認為他還是跟他一樣 這是視覺上面 處理的一個現象 就是說我們眼睛的處理 基本上是 取的是他的相對強度 而不是絕對強度 不然今天進來越來越強 反應越來越強 他可能會有問題 這是在視覺的處理上面 看到的一個現象 我們處理完之後 會取他的相對強度 而不是他的絕對強度 在這裡叫做 normalization 那另外的現象呢 是由這張心理學的實驗 可以看得出來 一樣兩個同心圓 那左邊這個外圈的同心圓 是比較暗的 右邊的是比較亮的 所以可以看到左邊 同樣這個灰階的部分 左邊的你會感覺比較亮一點 右邊的同樣的灰階會暗一點 那這個就是相對的強度 這種情況 跟待會下一張要講的 這個側邊抑制有關 就因為不同的這個群的 cluster的細胞呢 他們興奮的時候 他會抑制旁邊 那因為這樣的相對的作用 就會產生 他的這個對角這個H 特別是H的部分 會非常非常明顯 所以你會看到這現象 左邊同樣灰階的 左邊稍微亮一點 右邊矮一點 所以他的contrast 整個會拉大 那他的效應就是 這張心理的結構 他每一個神經蟲呢 他們彼此會有重疊 他興奮的時候 他也同時會抑制旁邊 比如說 以進來的訊號 那中間這個訊號比較強 兩邊的比較弱 那一樣 他除了自己的通路 他還會抑制別人 所以他還會去送這個抑制訊號給別人 所以綜合結果 中間的訊號就會比較強 左邊的訊號就會調弱 那我們可以再想像這個就像一個H H的邊強度最強 那H的兩邊會相對過 所以在這情況下面H就會凸顯 交界的地方 他就會變得更明顯 就會產生類似像這樣的效果 那這個模型也有把這個部分可以整合進來 好 有一個小問題 人有沒有可能經過訓練去刻薄這個東西 沒有辦法 這是biological constraint 然後受到你的身體結構的限制 OK 那剛剛講的是跟Gorsberg Network有關的 他的一些神經科學跟心理學實驗的基礎 那接下來我們要介紹他的模型 在介紹他的最初級的模型叫做積分器之前 我想先介紹一下這個Spiking Neural Network 他一個最簡單的模型叫做Liquid Integrate M5 所以會有助於我們下一個時代 所謂的這個積分器的遺境 那所謂的這個Liquid Integrate M5 就是簡稱LIF 它是一個RC的等效電路 如果用電路學來看 這個有一個進來的可變電流源 這個代表了一個細胞膜上面的電位變好 它並編了一個R跟一個電阻跟一個電容 那由那個科西核膚電流定律 進來的電流等於這兩個並聯的電流相加相等 這邊的公式 I等於流基電阻的電流加上流基電流的電流 那由基本的電磁公式 我們可以得到下面這個方程式 那這邊R Reset R Rest 就是它的這個神經細胞的進子膜電位 那我們假設這邊是0的話 就只有這個UT這一項 就說這個 因為兩個是病聯 所以這兩個的這個上面的電壓是一樣的相等 病聯電壓相等 所以簡單把它看成UT 那我們把藉由這個電荷的方程式 我們可以推導出來 下面這個方程式 那一樣 我們把這個鏡子膜電位色為0 所以等於-UT加RI 那這個 tau是什麼呢 tau是等於RC 我們稱為時間常數 所以就等於-R 你把這個R 左邊兩邊相處 這個R就沒有了 然後這邊就除以R 就是左邊這一項 那這邊-這邊這一項就是- 除以R對R就是-這邊的左邊這一項 那這邊這個C就是右邊這一項 那就是-等次左右邊位置換一項0 這一個最基本的-SPYGNWR神經元細胞的模型 那這邊沒有-它的這個FIRE這一部分 因為跟這本書要講的內容無關 那這邊我就-就它-對於SAM而言 它會有一個-Strange Hall 超過這個Strange Hall 它就會File 它就會產生電脈衝 然後會整個reset到它的鏡子膜電位 那在這個等次裡面 並沒有-包含這個部分 這邊這個等次只有積分器的部分 那-經過這個SIDE講解之後 我們講這個用數學表示的SIDE 就相對比較容易理解 這邊的N就是剛剛的U 其實就是這個RC的病原電路裡面的電壓 然後這把-對應到這裡 就這個-這邊的U UT 然後這邊就是輸入的電壓 就是電阻層上輸入的電流 就是它的進來電壓原來的大小 所以它這個公式就是這樣來的 然後這個對於數學而言 這個就是一階的殘微分方程式 就M' 把這個移過來加N 然後等於一個PT這樣 這是一個對微分方程 但是也有一階的殘微分方程式 對DT做微分 那這一個方塊圖呢 它的理解是這樣子 這上面的一點就代表微分的意思 就數學微分的符號 然後這個三角形就是積分的意思 為什麼會要積分呢 你對這個取積分 這個N就會等於M 來 DN對DT做 把這一項DT微過來 放過來 然後對DN做微分 就會等於M 對不對 所以這一個就是積分的符號 所以M'做積分就會等於N 然後N移過來一個feedback 跟輸入 這邊取一個反向符號 就變負N 然後加上輸入P 就輸入了電壓 就構成了這個等次 所以這個其實跟前面講的這個 這個rc等效電路 基本上是一樣的 所以你也可以從電路學的方式 來理解這個數學的符號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那 為什麼叫做leaking 我們解這個暢微分方程式 把它解乾 透過這個公式導出來 這個是schwarz提供的簡單證明 這是微方程最簡單的方程式 如果你有學過微方程 應該可以知道說 這怎麼推導出來 好像是利用所謂的這個 integrated factor 積分因子的正法 這邊做 兩邊做定積分 我們就可以導出它的解 最後這個 長微分方程式 它的解就是下面藍色這個 左邊這一項 因為我剛剛講說 這基本上 我們可以用一個rc等效電路 所以這個等效電路 其實就是一階的 微分等效電路 左邊這個解的左半邊 我們在電路分析裡面 叫做 站太極 右半邊叫穩太極 為什麼叫站太極呢 因為左邊會誰的時間 而 decay 它會衰減 右邊基本上它會達到穩定 所以我們這個會叫做 這個 在電路學上面 我們會稱為 這叫站太響力 右邊叫做穩太響力 它名詞就這麼來 左半邊這個解 基本上也是這個 微分方程式的所謂 叫其次方程式 就是這個等於p t等於0的情況 就是 你把這個 比如說 我們一般用數學式來講 用y'加y等於0 就是這個方程式 就是這一項等於0 稱為其次方程式 它的解就是左半邊出來 這樣有沒有問題 OK 那我們再把剛剛那個藍色等式 寫在這邊 那這張圖是把這個情況簡化 如果我們設這個p t 它是固定值的話 對電路分期而言 它就是定電壓源 就是它的電壓 基本上是輸入是固定的 那這時候它就不會誰時間變化 那我們假設電路開始的時候 它是0 就這邊的所謂的m0 就一開始電壓沒有電壓 就 所以什麼意思呢 就是rc電路一開始沒有給電的時候 這c電腦也是沒電的 所以這邊整個是段路 段路的情況下面完全沒有電壓 就是初始值 這個初始值 m0等於0 所以左邊這一項 乘以0 所以這邊這一項就是等於0 那右邊這一項 你把這個p移出來 因為它沒有誰時間變化 所以p就可以 它變成長處 你就移出來 那你對這一個 積分做還原 你就可以得到下面這一項 這個應該相對容易理解 這個積分基本上就是反圍分 那你做一些簡單的 從把t帶進去 這邊就等於0 所以就110等於1 所以它兩邊都有一個p 然後可以從t到0 做定積分 那0帶進去就會等於 負t分之so 然後你積分還原成那個 做完範圍分 你就可以得到 然後會把這個so消掉 因為這邊有個分母的so 所以它還原之後 會有個f 跟這個n的比交 所以就會得到下面這個等式 那下面這個圖是 假設p等於f rc 常數設為1的情況 它去做圖 p對n做圖 你會看到它會逐漸收斂 到1的狀況 從0到1 等於說你p五線大的時候 這項就會等於0 所以它因為有p 色為1 所以它最終就會等於1 這代表什麼意思 對於這個積分器而已 它的輸出的電壓 會正比於輸入的電壓 你從電路學的角度來看 輸出會正比於輸入 這是簡單的積分器 它在數學上面的結果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根據我們設這樣的條件 輸入設為常數 然後這張圖裡面 這常數設為1 有時候把它設為1符 然後這個初始的電壓 在地零時間的時候電壓是0 輸出電壓是0 所以左邊那是0 這上面這個式子 就等於簡化成下面這個式子 它t五重大的時候 右邊這一項就會等於0 所以就等於p 當p越大 n也會越大 了解 ok 那由這個 這個h等於1是代表什麼 沒有它只是為了方便計算而已 在電路學上面 它就是一個rc常柱 就是電圖乘以電圖 這個電圖 證書沒有講 如果 如果 沒有學過電路學 物語的電路學 那 你有對SN有涉獵的話 就可以很容易就不可以把它培響起來 那 我們再更進一步的把剛剛的簡單的這個 liquid integrator 複雜化 那為什麼叫liquid呢 因為這個 它為誰的時間 衰減就是r 所以它會 撐著給它一個項目叫liquid 如果你電壓拿掉的時候 它最後整個會 電壓 因為沒有電壓 所以它的那個電阻 然後電容也會放電 所以最終 整個放電還放完 所以電壓會彈 所以才叫做liquid 這為什麼叫liquid integrator 輸入拿掉的時候 它最後輸出也會趨近 那 基於剛剛的這個liquid integrator 我們把這個輸入複雜化 OK 那這個叫做 sharting model 中文好像要分作分流器模型 它是BAS上剛剛的 這個簡單的 這個liquid integrator 在右邊這個 單純的這個 P這一項 輸入項做文章 把它變得比較複雜 OK 左半邊都一樣 這個就是那個 一階的微分項 然後就是 符文 它右邊 它把這個 P輸入拆成兩個項 在這裡分成 刺激的輸入 跟抑制性的輸入 OK 那除了這以外呢 它都乘以一個 V plus-N 跟 跟減掉 N加V plus 那這兩個什麼意思呢 那N就是剛剛代表這個輸出 輸出的那個 Output 那這裡的V plus跟V minus 各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它 這個 上下界 就是我的輸出 它的 Upper limit 跟 lower limit 或是叫 upper bound 或是 lower bound 它最大跟最小值 都不會超過這兩個 這裡面定義 這些V plus V minus 跟P plus P minus 全部都要正 所以 所以 就下面這個方程式而言 N最大 不會超過V plus N最小 不會超過 負V minus 這邊 右邊這個圖示 那 為什麼它不會超過V plus 跟負V minus 我們在 第二十八章 slide 我們會 在更複雜的模型 我會去解釋 它為什麼會有這個 bomb的存在 那證明的方式 方式是類似的 它有人會聽 主要跟前面的 liquid integrated model 主要就是把後面的 這項P 分成兩個 然後 跟這個upper 跟low bound 做連結 這樣子 它在書裡面稱為 這叫 Can control 這裡沒有問題 那 寫成 把剛剛的式子 在這裡 再寫出來 那 我們在 這張圖裡面 我們設一些 心決條件 簡化這個計算 我們把它上界 設為1 下界 設為0 然後X1 設為1 那 這個 負的抑制輸入 這邊的輸入 把它設為0 簡化問題 那我們 設不同的輸入 就性分性的輸入 設不同的輸入 來看 它的 結果 那這 圖怎麼來了 看右邊這個圖 因為它 誰的時間 它會達到穩泰 所以 等於說 誰的時間 它達到穩泰之後 整個 微分項就會等於0 就不會在誰的時間變化 才會叫穩泰 叫平衡泰 或叫stepby step 如果它 為誰的時間 會震盪或是發散 那就不是穩定了 OK 我們假設這個簡會很定 的時候 那 它 必須要等於0 等於0 等於0的時候 由剛剛的這個方程式 我們做一些簡單的替換 我們就可以得到m 可以由右邊替換掉 所以 這個圖形是這樣導出來 畫出來 下面 把這邊的值帶進去 就可以得到這邊的值 那你可以看到 輸入 左邊是1 右邊是5 兩個差5倍 有沒有 但是呢 你看輸出的圖 左半邊 差不多是0.5 右半邊 差不多是0.85多 你可以看到 他們並沒有差到5倍 這個在說什麼 前面的這個 就是這個心理學實驗 這個 我們要處理的是 相對的強度 就是輸出是相對強度 而不是絕對強度 所以 這個模型 這個 shouting model 把透過這個 上 這兩個 上下界的 gank control 把他 從輸入很大的範圍 壓到在更小的 相對強度範圍之內 這是這個模型 它主要的作用 有沒有問題 邰哥有問題 沒有剛好 你要講那一部分 剛好 很多都需要這部分 當作的基礎 好像前後有關 對對對 這張其實 模型本身沒有什麼實用性 那下一張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 自私音共振網路 它其實發展出很多 很多系列的 變化的模型 只說 我們現在 大家都在搞 deep learning 那deep learning 的社群 很少人在碰這個 模型 所以大家比較不知道 所以下一張 是什麼 叫做 adaptive resident theory 簡稱ARP 或是叫 稱為art 好 講完剛剛我們這個 shart team model 現在model就是 這個 這個 模型 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講的 這個 Gorsberg Network 它的基本 building block 那 它分成兩層 layer1 跟layer2 layer1跟layer2 有一點小小的差別 這裡面 是它的 這個簡單的 這個 示意圖 它裡面定義了兩個 名詞 一個叫 Long-term memory 一個叫 short-term memory short-term memory 就是 這一個 Gorsberg Network 它的輸出 在這裡面 它的 Gorsberg Network 它的輸出 就是一個 輸入 它的一個 近似的配等 輸出 它會是一個 近似的配等 但是不完全一樣 我們待會 講到後面 實在的時候 就可以知道 說 這一個 Gorsberg Network 這句話 就是根據前面那個 沒有 是 這個模型 它的設計 是這樣子 就是它的 今天 訓練完之後 你的輸入 進來的東西 就是輸入Pattern 就是輸入Pattern 的一個近似 那 這基本上 一般來講 沒有太大的用處 所以在 後面的 ART Network 它其實會做一些 變化 來做 Custom 然後如果做 Swellers 來做 Testification 甚至可以結合 Reinstall Learning 因為它是 對 T為分 所以它是連續時間的 然後它又是一種 Recurrent Network 它為什麼是 Recurrent Network 從這裡面 你應該可以 很容易看清楚 這都是一個 輸出 會到輸入 再做一個 變化 所以這都是一個 Recurrent Network 你是說 Recurrent Recurrent RIN 對 它 它也是一種 RIN的形式 那 這裡面的 Long Term Marriage 就是我們前面 兩張 不是有提到 在講到 這個 這個 SOM 還有 Completed Network 的時候 我們會講到 這個 Prototype 的Pattern 或是叫做 Future Map 它會去記憶 相對應的 不同的 Cluster的Pattern 叫Prototype 或是叫做 Prototype Vector 這邊就是 所謂的 這裡的 Long Term Memory 在這邊 它給它一個 專屬的 名詞 叫 Attemptive Weight 就是 訓練完之後 不同的 Neural 它的 Attemptive Weight 就會代表 不同的 Clust 類別 它對應的 Pattern 所以 Long Term Memory 訓練完之後 是不會被抹除掉 但是 Shotter Memory 會寫著 你的輸入 變化 所以為什麼它 稱為 Long Term Memory 跟Shotter Memory 我們先來看 Layer 1 它怎麼接的 跟剛剛的 Shutting Model 基本上 很類似 唯一不一樣的地方 它乘上一個 W 跟 -W 就 剛剛有沒有 這裡 就只有 乘上一個 Upper Bound 的Limit 乘上Input 這樣 這邊只有這樣而已 OK 到這裡 它多乘上兩個不同的位置 有沒有 OK 那 這個圖看起來很複雜 其實用 我們剛剛講解 這個 你的Grader概念 就很容易解 然後 這個N 這個N 代表低層的意思 微分之後做積分 OK 然後積分 變成負的 這邊 負的 然後 然後 加上一個 你 換了 Plus 就是 這一項 OK 然後 乘上 W1 Plus 乘上W1 Plus 然後乘上P 乘上P 這時候它的 輸入項量這一個 然後 興奮性能就走這一路 抑制性能就走這一路 這是跟剛剛不一樣 剛剛 下定Model 進來就分兩路 可是 Grader Network 輸入項量是一路 然後 在這邊 分成兩路來算 上面就是 意志的 回路 對 上面是興奮的回路 下面是意志的回路 然後 第一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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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面用w來命名其實會比較容易confuse 一般我們會覺得說位置會學習 在這裡面它的位置這個曲色是固定的 這樣固定的話不就一開始就會有一個BIOS 因為就是我主觀認命在那邊 他這個是用來做這個所謂前面章節 前面一章講的所謂on center of surround 就只有中心,比如說我中心這一點要興奮住 然後旁邊都要抑制 所以就只有我要這個輸入的神經源 是active 其他都把它抑制掉 那這兩個w的矩陣,相像矩陣 這個矩陣就是用來做這件事 我們待會會提到 你講我都聽得懂 但是我要問的是你沒有講到 下面那個是se 這是神經源的數目 兩個都是se 對對對 那是要代表什麼意思? 這是代表第一層的neuron number 那為什麼有兩個? 因為你位的是兩個相成 因為你要做運算 你要做運算的時候 那個矩陣運算一定要用這樣子才能 dimension 對啦 是sumension還是? dimension 比如說你 它的維度 比如說你 dimension 你這一層有s1對不對 那w乘以這個裡面的這一項 我會用簡單 你看 它在最前面那個layer寫了一個s1 在最後面那個又寫了一個s1 然後在p的下面它寫了一個s1乘以1 然後w 沒有,這邊是一圍 代表一圍的意思 對 就是一圍 你這個要另外一項 那你 你 比如說另外這個 比如說我們以一般的deep learning 這個mine-layer的satron而已 它的輸出等於輸入才有weight 就是 例如說 key 這個key 它是四個feature 四個特徵 那s1就是等於四 那w人就要有四個weight 對,那就是s1乘s1就是四乘四 就是四乘以四的維度相比 你做內積就一定是要這樣子 不然你在數學上的話做內積 只是這樣而已 其實不是太奇怪 這代表 這裡面的s就代表這一層 它的neural的數目 就是相對強度 這層有幾個特徵 就是剛剛我們講的 它是相對強度 這在我們剛剛的這個 因為它是based on shouting model 這裡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相對強度 或不是絕對強度 然後它會被normalize OK 這normalize 包含這相對強度 這跟on center of surround 我們下一張時代會講到 這個on center 跟off surround 怎麼做的 就是這兩個 plus 跟-w 它的作用的結果 第三個 它會做到 這個所謂的 對應生物上面的 就是 binance constancy 跟binance contrast 就是心理學實驗的這兩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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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binance 的這個 contrast 跟 contrast enhancement 它的效果 這個模型的效果 就對於心理學這兩張圖 看到的結果是一樣的 好 我們剛剛講說 這個on center of front 就這裡這個 我被興奮的這裡 這中心點 刺激其妙妙抑制 怎麼做的呢 這邊它用 比較像是一圍的 我興奮的地方 代表是 我這個神經 這個點 相對 比如說 我興奮的地方 我興奮的地方 代表是 這邊是ni 1 1 2 2 2 然後這是ni 我要興奮的這個神經 呢 我就給他1 其他都給他0 那 反過來 意志的部分呢 中間的部分 都給他0 旁邊的 都是興奮的 對應到這個圖 這邊就是我興奮的 中心的是i 然後 意志的 旁邊的是i 對應到這個圖 那 整個方能是 產生的作用 是 中心的部分 會增強 邊緣的部分 就會意志 就對應到前面一章 我們在講 Combinion Network的時候 它也有這樣的東西 就是 所謂的 Om Sender Om 那 上一章 我們在講 SOM的Future Map的時候 它會 產生一個 類似像 Map的 情況下 它就沒有這麼絕對 就不是只有 中心點 是Om 其他圖物一致 它就會有一個 Pattern在 它稱為Future Map 那後面這個模型 其他 在做 Transfer Function 就是所謂的 Semative Learning Return Evator Function 如果用Sigmoid 我們也可以做到 類似像 Special Map 那樣的情況 我們待會兒會講 那這個 這邊這兩個 W是固定的 它不會學習 它永遠都是固定的 OK 那這一個 就在解釋 我們那個 Normalization 就是Upper Bound Low Bound 我們一樣 把這個方程式 一接尾根方程式 列出來 那我們假設 對 其中的 這個I 神經 去 計算 那我們可以得到 這個方程式 那 經過一些 變換 剛剛講 它 穩態的時候 不會是可以 時間變化 左邊這個 微分項就會等於 那我們可以 做這個 位置儀儀儀 我們可以得到 MI 它的 等於 右邊這一項 那我們定義 重新定義 定義 定義這一個 這個 P I - 等於 這個 相對的 intensity 這就是我們 今天講的 相對intensity 把它定義 最後我們可以打出 這個 這個 把這個 替換到這裡面來 就可以得到 左下角 這一項 OK 那我們把它 所有的 neuron 全部加加起來 我們就可以得到 這一項 那 我可以 左邊這一項 同時 除以P 那 這就變成 P分之一加一 對不對 然後這是V1 那 我們由這個 這一項 可以得知 因為下面 大於一定 大於1 P分之一加一 一定 大於1 所以 左邊這一項 一定會 小於 plus V1 這樣 很容易解決 所以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對於這個 方程式 他在平安的時候 他的穩態 絕對 上限 絕對會小於 plus V 那同米 我們可以去導出 他與絕對大於 my s V 同樣方式 去導入什麼樣的公式 也可以 把它導出來 那同樣方法 可以用 based的方法 我們也可以 回過頭來 去正 前面這個 相機 model 這個 underbomb 跟lowbomb 這裡要提到說 這裡 這個 upperbomb 是所有 綜合的 結果 是綜合 不是單一值 是所有的 output 要小於 upper lowbomb 大於 lowbomb 小於upperbomb 然後大於 lowbomb 這樣子 好 那一樣 我們舉個例子 來看 這個低層 他的輸出的結果 對時間做得 那一樣 他 文態 左邊 尾分相 會等於0 那我們左邊 輸入一個 兩個 不同的強度 強度 強度 2 跟8 第二個 第二次 我們輸入一個 強度 10 跟40 這樣的一個 向量的輸入 兩個 相對強度差 4倍 8 是2 4 4 是10 4 4倍 那整體的這個 數量的大小 這邊是10 這邊是50 右邊 輸入的大小是 左邊的5倍 有沒有 這邊是50 如果把它相加 這邊強度是50 這邊強度是10 右邊的輸入是前 左邊的是5倍 可是呢 你看輸出 先看 這兩個 不同的 向量的 輸出結果 對應了 兩個 輸出 N2 跟N1 N2 就是下面 8的輸出結果 N1 是2的輸出結果 兩個差4倍 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 這兩個 差4倍 相對強度 4倍 這邊大概是 好像不到0.2 然後這邊 大概 0.7 左右 差了4倍 然後一樣 這邊也是4倍 有沒有 這邊 右邊比左邊 大一點 因為強度增強 所以大一點 這邊也差不多 是相對的 強度差4倍 可是呢 你看 右邊是左邊 輸入的5倍 可是你可以看到 輸出 沒有相對 差異 沒有那麼多 所以 這邊 它其實做了 Normalize 好 這是L1 的一些結果 到這裡有個問題 這根數學 代幻二於 比較繁瑣 我覺得 數學 中間 怎麼計算的 太無聊了 願意懂的 這些數學 其實非常其次 不會啊 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所以 L1 做了什麼 剛剛 這個character 他處理的 把絕對強度 轉成相對強度 我們剛剛看到的 有這張圖 絕對強度 轉成相對強度 另外一個 我們在這個圖 看得到 就是這裡才看得到 就是 透過這兩個 性分的意識矩正 我們可以做到 on center of the round 那代表什麼 我在第一層之後 我選到了 那個neural 輸出才會是 其他個通通都沒有 因為把它抑制掉 這是 所謂的 這個 on center of the round 那個原理 所以對第一層 一人 只有 最大的 才會有的輸出 其他就這裡 有什麼問題 就是 像那種 這個看起來就是做 那種 選方大家都給 就是落袋 就放回去 那我的問題是說 他有說那B的這個決定 要怎麼去決定 沒有 所以 一般來講 像這種話 會落袋是0到1之間 或者是負1到1這種 等據 有這樣子 有 這本書裡面這一張 他很簡單處理 所以他通常把 負B 射為0 他的V 就 按照不同的情況去射 那 你剛剛最早的時候沒有講 其實 這些模型 最簡單的形式 就是 對應到 電路學 就是一個 rc 等效電路 那這邊的這個 ut 就是這邊的 nt 就是這邊的輸出 這是p 就是輸入 輸入 就是這個 可變電流源 它的電壓值 所以 等於說 你的 負B 跟正B 它的值的決定 跟你這邊的這個 輸出電壓是有關係的 對 對 對 這張 其實它 後面的 最後實在有講 這其實就是 它會有問題 因為這個是一個 長圍分方程式 而且 這裡面 它有這個 這邊 這邊 後面會有 這裡 到後面會有所謂 非線性的部分 那非線性部分 就 會產生這個 長圍分方程式 它的解 會不會穩定 所以 在那個情況下面 這些值的取捨 就會有一些critical 我是沒有看到說 這些bund可不可以學習 手法我看到的 它都是 學習 就跟位置 我可以解釋一下 就是我的感覺 就是那個 很重要就是那個圖 就是根據你剛剛邏輯 這本書的邏輯 從前面 所以它其實講的是一個 那個生理的限制 所以它一定會有個bund 那bund甚至呢 他現在 因為要用電路 再到數學 從生理 它這個連在一起 所以它先不把它設定一個數字 所以你如果要拿這個模型 去處理你實際的問題 那時候再說 它現在主要是要強調 這三個的類比 這三個類比呢 你用在你的 Problem Solving的時候 你會去想像 所以現在不是在去 inline b 或w是多少的時候 現在是過程比較重要 那時候還有前面你們 我們講說這個weight 但它其實是weight 但不是那個deep learning 社群講的 對對對 後面有一個weight 才是真正的weight 對 那從我們電路選 或者是從數學來講 這個就是weight 那這個weight就是乘以p 它為什麼叫weight 它是乘以p 那再從電位差 或是從我們生理訊號來講 它就叫weight 對 因為我們現在太習慣 那個deep learning以後 所以 可是這邊的weight 基本上是固定的 不會學習 對對對 所以很重要就是這張圖 剛剛你秀這張圖 對 這張圖你看右上角 它有先把b定義在那裡 然後這邊w就是剛剛 傑森也有講的 那這個就是電位差 那它是固定的 所以這個東西都是從生理上面 因為這張的重心是說 我們到底從我們的生理學到什麼 那這個就是從我們生理 那邊convert過來 變成我們數學 因為這東西其實是這樣 會考慮到這樣說 當我們在實際上做model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知道說是這個 這個就是 一定會有這個所謂abond 或bond這種 就是那種來的意思 要壓的時候 可是現在的話就有問題點是說 當我們實際在做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去決定它 這才是問題 要看你的問題啊 對 你現在要先學習它的過程 然後我們完了 用我們QA 那你把你實際問題 你要舉個例子啊 因為這樣沒有辦法回答你 因為你要看你的問題在哪裡 我提我的看法 第一個就是說 Gotspur的網路 它有很強的這個生物學的記憶 跟性理學的記憶在裡面 所以它有點像這個 是一個 而不是一個AI的模式 所以它最初的說法 就是它會去看到一些 神經科學跟心理學的 一致結果 它用數學來去靜置這些觀察到的現象 為什麼它會有這些 對應 第二個 這張要講的 其實還是很簡單的模型 它沒有辦法處理真正的工程問題 所以在這邊來講 到底它這樣的畫面 應該已經是跨世紀 非常了解 這個應該是70年代做出來的 七年代、八年代做的結果 它在70年代跟八年代非常了解 90年代之後 可能年紀也大 就漸漸的產出比較少 它還都是它的學生 跟其他人接續 它這一系列的研究 那如果只是針對這個簡單二層的模型來講 它這邊的B是沒辦法學習的 必須要設計更複雜的模型 才會做得到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進入到第二層 第二層基本上 只是剛剛第一層 多加了一些東西 剛剛我們第一層 後面的項 它都一樣有一個位置 這邊這邊的 Plus W2跟MUS W2 跟剛剛是一模一樣 就是 它一樣是射程固定的這個 一模一樣 就是 對角線是1 跟對角線是0 其他都是1 完全一模一樣 另外一個不一樣 它不是乘上輸入的 而是乘上d 這一個的 在經過 aptivation function之前的 輸出 回收回來 所以那個M2 講錯了 做了aptivation 就是這邊A2 的結果 去跟這兩個 Omoff 的這個矩陣相乘 剛剛Lad1 是跟輸入 P相乘 這邊是 輸出 做完 aptivation function之後 這邊的F2 代表 第二層的aptivation 運算 就是 講的所謂 純色 function 做完之後 然後 兩個相乘 OK 所以它是 F2 是什麼 function 就是定格隱藏 的aptivation function 就是非線性變換 前面的第一層 基本上是 linear 所以在這一層 N1等於A1 它的aptivation function 是linear 所以N1等於A1 另外一個 它多了一個項 叫W2 A1 在ART裡面 它應該叫做 W1 2 第一層到第二層 第一層到第二層的位置 這邊A1 就是前面的 剛剛講的 第一層的N1 A1 N1 是它原本的輸出 然後經過 非線 這個aptivation function 它是線性變換 所以A1等於N1 兩個 跟相乘 然後 在 興奮的這一項 做加轉 這跟剛剛不一樣的地方 兩個不一樣的地方 一個是 乘上的是 輸出的 非線性變換 而不是input 第二個 是 興奮性輸入的這一項 會加上一個 學習的權重 然後加上來自前面第一層的 線性的輸出結果 OK 一個問題 那A2呢 A2是從哪裡來的 A2 就是N2 做 tentivation 方向感生的結果 就是 它 整個的輸出 整個的輸出 整個網路模型的輸出 整個網路模型的輸出 那一樣 它有一些特性 那這裡講的就是說 剛剛有提到 它的這個 pattern 前面的這一項 是W2A1 就跟 其實就跟 Dip Denny一樣 就是做內積 然後它的 內積的 非線性的feedback Namenia 做了Namenia 這個變換之後 然後 因為它有同樣的 這個 W plus 跟W minus 這樣的一個 對角矩陣 所以它有這個 on center 跟on surround 這樣的結果 所以 因為這on center off surround 結果呢 這邊的 輸出 會 inner take all 就是最強的輸出 那 綜合的結果 經過這 attivation function 會 變換成另外一個 形態的output 待會我們會提到 所以 第二層 它有這三個特性 這個 就是 簡單的 數學 符號運算 導致剛剛的公式 重新寫下來 第一項 是 興奮性的輸入 第二項是 抑制性的輸入 這裡也有寫到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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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2 就是所謂的 attemptive 位置 是真正會學習的位置 它會 在 training的時候 它會去 learning到這個 patent 就是所謂的 phoral type patent 這裡有沒有問題 我想問一下 所以這整個 layer 1 看起來只有 W2會更新 對 那 因為我剛剛看了一下 那個layer 1的話 它的 就是整個output到layer 2 它其實只會 跟時間有關係 因為它所有的東西 都是 initualize 定好就定好 對不對 其實我們後面的圖 對它其實跟實際上 這張圖其實就解釋得很清楚 這裡面 這個 這個 這條 藍色線 聰明 上海藍色線 這條 黑色線 就是 它 做 這個 低層 非線性變換之前的 這個 輸出 那這個 adaptive weight 會有什麼作用呢 就 當我前面 其實這兩個 代表前面 我把輸入 移除掉了 我的輸出 還是會學到 它的patter會保持 這 為什麼它叫long term memory 這是原因 因為這裡面的這個 所謂的 adaptive weight 會學到 每一個neural 會學到 它代表的patter 所以今天即使輸入 移除掉了 那個patter 是會一直存在的 嗯 可是我現在有一個疑問是 它怎麼 因為我這邊看不到 它有任何的constraint 限制說我的w2 就是要學到 就是 你的output 就是要跟w 就是你原本的patter一樣 因為 像deep learning的話 假設它要學到這種 比如說像 auto encoder之類的東西 它的constraint 就是用loss來 to constraint 可是它這裡的話 它有什麼 因為我剛剛講 前面第一層 是winner tempo 就是跟它最類似的neural 會輸出 那到第二層之後 它經過這樣的學習道 它就會學到那個patter 那這patter是綜合的結果 因為你有很多輸入 那最後綜合結果 它就會有代表不同的patter 那到最後這個 經過第二層的這個m2的輸出 做過activation function的時候 它就會輸出 類似於輸入的patter 等於說 它選到了 neural active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 對應的patter 這樣能理解嗎 因為每一個patter進來 都不是單一 你可以看到它 那書上舉的簡單的例子 這是 以兩個neural 它輸入的patter是有兩個 所以 在這一層輸出 它會學到這樣的patter 那一樣 你有100個neural 它就會有100個patter 所以 在這情況下面 這個整體neural的行為 就會去學到 你輸入track 給它要的patter 這時候是weight的patter 不是輸出的patter 了解嗎 所以它不是單一的 輸出是單一的 但是weight不是單一的 它是一個矩陣 就是它剛剛 剛剛它問的這個 第一層的這個s1 這個s1 這個s1 代表什麼意思 它學到的是 它的那個 矩陣的內容的patter 對 我還沒有聽懂 你怎麼回答它的問題 就 輸出 是winner take all 因為剛剛的這個 這兩個 這兩個 這兩個矩陣 去相承這個 對 一個 這邊 這邊第一層的輸入 對 它就只有 我選到的neuron 才adaptive OK 那 這個neuron 會去跟我後面這個patter 真正要學的patter 做內積 那它的矩陣 是個s2 就是第二層 它的neuron 數目 擺第一層的neuron 這一個矩陣 這個adaptive 真正會學習的 位置 它會學到真正的patter 輸出是只有一個 但是patter 不是裡面只有1 其他就是0 對 所以 每一個patter 會去學到 輸入 進來的 train 的patter 的一個綜合的結果 所以它叫做 這邊的w2 叫做long-term memory 就是這樣 它不會 因為你的輸入消失了 它就消失了 因為它wt 除非你電馬拔掉 沒有給電 就放在d-ray裡面 對 但是你那個w2 是走完那裡的 就是 哪一個win 哪一個e 好 OK 我們待會有 ferment rule 這裡 舉個簡單的例子 這就是 這是 搭配前面的例子 它到 這一層之後 它的 A1,就是第一層它的輸出 它是0.2、0.8 所以是下面的這個引擎最大 這邊有這個0.8 然後乘上它的這個W2 weight 然後這是相乘 到了0.25秒之後 我把輸入就拿掉了 沒有輸入 這邊算出來結果最後我會贏 因為都沒有東西進來 沒有任何winner 所以全部都是plode 可是呢 到了M2在經過activation方前 它的輸出 你可以看到它keep了一個 基本上是4倍 在它輸出拿掉之前 你可以看到它的相對強度的比例 是4倍差的 0.2對0.8 所以大概接近 好像不到0.8 大概是0.25 2 0.2 差不多 有點類似 這個數值 大概是接近這個範圍之內 它有4倍的差距 可是當你把輸入拿掉的時候 下面這個 因為它是M2 M2是winner-tangle 最後 只有一個輸出 就是最大的 因為這邊是離兩個 最大的 就M2 會最大 M1 等於 最後 M1 會趨近於0 第二層的M1 第一層的M2 會keep 在那個字 因為winner-tangle-all 中間那條線 要表哪種 中間那條線 代表 這個adaptive way 層上第一層的輸出 它的結 其實就類似於代表輸入 它的意思是說 我在0.25秒之後 把輸入移除掉 下面那個 那條線 中間 這個 黑色 這 這 代表的是 這一個 跟這一個 它的 因為 因為你有兩個nur 所以就有兩個位子 喔 了解 因為 它是兩個nur 對 所以你有兩個位子 可是結果呢 結果還是只有一個 結果有兩個啊 所以 所以 輸出的是兩個 所以 輸出的是兩個 只是說 贏的那個 才會有輸出 你斷電之後 贏的那個 才會有輸出 其實在沒斷電之前 兩個也會差四倍 OK OK 最後我們講一下 從 n2到 a2 經過 attivation function 變換之後 它會產生的 不一樣的 真正結果 它這裡面 提到四種簡單的 非線性變換 然後 這個 然後這個是 指數 變換 然後這是 signMoyer 那linear的話 就是 進來多少 出去就多少 所以 pattern 會跟輸入的幾乎一模一樣 那 如果pattern 有noise 也會輸出上面 這是 linear它 最大的問題 它會把noise 再進去 因為你在train的時候 data裡面一定會有noise 那第二個是 最後 它 隨著這個 input的 輸出是線性的話 那每一個輸出 就會大致上面 大致相當 就是大家起都四個平等 你輸入 輸出就都一樣 那這樣子就 分不出差異 那第三個是 指數上升 指數上升就是 類似像Winner成功 最大的那個 因為 指數上升 最大的那個 最容易上去 那經過這個模型 Winner 這個變換 最大的那個 會一致獨秀 最後一個是 signMoyer signMoyer 在上面 就等於 minia 在下面 就等於 把 低於某個值 之後的意識掉 所以 它會很像原本的輸入 但是呢 下面這比較低的部分 因為 Winner take all 跟這個 signMoyer 模型的關係 它會把 比較低的 就抑制掉了 所以 它輸出的配分 會跟輸入的配分 很像 但不會完全一樣 所以 如果 這個模型 最後的 Elevation function 輸入 這兩層 模型輸出 最後的 Elevation function signMoyer 它的輸出 就是 輸入模型 很類似的配圖 那 如果 它是 Face and Minion 就是 哪一個最大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兩個Neurons 哪一個最大 那一個Neurons 就會輸出 這邊講的是 Output 不是 Wave 不是 Wave OK 這邊 這個 頭影片講了幾點 它解釋了 SignMoyer 它的不同效率 它 訊號很小的時候 就 就像 Minion 然後大的時候 就像 大的時候 連 大訊號的時候 就像 這個 很大的時候 因為它這邊 飽和了 就像 大的時候 大家都會很大 那 中間的這部分 就像 Minion的部分 那 它也會 造成這個 就是 contrast enhancement 因為 只有大的選出來 然後小的會一直 所以就 有這種 contrast enhancement 效果 那 一樣 搭配這個 Om Center of Surround 這樣的機制 搭配這個 地律 隨時後 它還會 Decate 基本上 就是 像 這邊 可以 下去 一樣 如果採用sigmoid function 它就會有這些特性 那 剛剛提到 有人 也問這 怎麼學的 它基本上 採用了一個 這個 Hebium Learning Rule 就是 輸入 跟 輸出 應該講說 不同 Nuron之間 前後路 就是 這個Nuron的學習 OK 那 這裡面 它用 各別 Nuron之間 相乘 來當作 這個前後關係 不同的 就是 這是 第一層的Nuron 這是第二層的Nuron 第一層到第二層 兩個相乘 根據 Heper Rule 當兩個關係很大的時候 它的強度就會越強 兩個關係很小時候 越來越弱 所以 當兩個相乘 如果關係很強就越大 關係很弱的話 相對就會越強 那 左邊 用Wed 成一個負項 當作 Decay 就是 它會省著時間 因為 這是一個Alpha項 它有一個Decay項 就是它讓它變形 這個 就相對 我們待會會講到 我們 在這裡 這個是 離散時間 的 這個 Wed Decay 我們在前面的章節也有講到 現在時間的位置 等於前面時間的位置 然後 乘上 1-Gamma Gamma 就是 Decay Rate 然後 加上 Alpha 然後 這個是 輸入 乘上 輸出 乘上Alpha 我們待會會回過頭來講這個 這個是 Continuous Time 同樣的 Having Lending Rule 加上 Decay 簡單的講 就是說 它有一個 Alpha 係數像 Alpha就是 Lending Rate 然後 乘上 位置 就是我們要學習的 這個 矩陣 N1 N2 就是 Heavy Lending Rule 裡面的 前後的 Neural 我們 對這一項呢 假設 只有 我這一個 對 either Neural 我有學習到的時候 我才要 Learning 其他的就 不調整 這個 在這個 前提下 我可以 做一個 替換 把這個 N項 移到前面來 比如說 我把 W項 也同成了一個N 這樣子 移到前面 這不是等式 但是 這是我一個假設 只有我 Active 這個Neural 我才需要學習 我沒有Active 我就不需要 更新我的問題 所以 我們就可以 替換 下面這個等式 所以 我可以把它 寫成 向量型式 對於所有的 Neural 去 一個向量表示法 就等於 下面這個 方程式 它一樣 是一個 一階的 常微分方程式 這對於 這個Neural 沒有問題 這個 就是 我們要 調整 就 帶進去的 這個Pattern 然後 Pattern 第一層 它的輸出 然後 第二層 的輸出 然後 我們要 不斷的疊代 解 這個 微分方程式 這個 這個微分 當然 是 區 不 stay 的時間 變化 區間 左邊 這個 這個解 可能就 接近於 為什麼 因為 你的位置不在變化 當然 這是 位置 所以 學習到 最後 一定是 這一個 誰的時間 的變化 所以 就 delta w 會變得很小 區域 這不在誰的 時間做變化 所以 我們可以去求解 這個微分方程式 來疊代 這個w 我們先 舉個例子來說明 它產生的結果 那這是 對於 pattern 1 它有兩個不同的 第一個的 輸出 這都是沒有經過 devation function 之前的 輸出 前面的輸出 然後後面 winner take off 所以 贏的那個會是贏 因為 第一個比較大 所以 第二 對於第一個的 向量 第一個是贏 第二個是贏 對於第二個 pattern 第二個比較大 所以第二個是贏 第二個是贏 第一個 我記得第一個是藍色的 這代表 w 從第一個 neuron 到 第一層的第一個 neuron 到 第二層的第一個 neuron 這寫法是這樣子 w2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additive weight 藍色 就是對應到 這一個 你可以看到 w2 1比較大 b 比較大 2 1比較大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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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ning Rule 這是第一個的輸出 乘上第二個的輸出 這兩個Nuron 前後Nuron的強度 乘上 decay的位置 然後這是 decay 這是 Rening Rate 我們可以用 Delta T來接近這個微分 所以左邊這一項 就等於加上Delta T 這學過 微積分的應該知道 這是趨近 如果用Delta T來接近 我們把右邊這個 放到左邊來 就可以得到下面等次 把Delta T移過來 然後把符號移過來 就變成前面這一項 然後後面再把它放 成在一個Delta T 因為 Delta T在分母 把它移過來 就會變成Delta T 在這裡 那這裡有沒有問題 我先搞清楚一下 你一個個 一個個是Leal 1跟Leal 2 那I跟J是什麼 Nuron 第一層的Nj這個Nuron 跟第二層的Ni這個Nuron 因為每一層都好幾個Nuron 所以我用I跟J 來代表 這是一般神經網路的數學 表示的方法 比如說 對於第一層 對於第一層 剛剛圖是 第一層有S1的Nuron 所以這邊就是 J等於1到S1 因為第二層有S2的神經Nuron 所以像剛剛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這個等於是 第一個Nuron 第二個Nuron 那這個是它的第一個類 第二個類 試一下這樣 對 那 OK 那 把左邊這個圍分項 用這邊 Delta T近似代換 可以得到這一項 那我們重新 把左右項排列 把這個W 把這個W 移出來 我們就可以等 得到這個 那 這一行是 從前面的微分下來的嗎 不是 這是微分 然後 微分左邊這個圍像 我們用 Delta T 近似來取代 就把 現在我畫框框這裡 放到這裡 做四 然後把它展開 就分母 可以 移上來 移到這邊 然後就可以得到 這一個式子 那 右半邊 我們位置移一移 就會得到這一項 那下面是它的 項量的表示式 等於是 全部的總和 項量表示式 OK 那我們 剛才有提到 這是 連續時間的 Learning Rule 那 離散時間的是 下面這一個 可以比較這一個 跟下面這一個 所以 基本上 除了Delta T 一樣 基本上是一樣 所以 如果我們用離散 來代替連續近似的話 這兩個基本上是等價 這兩個人 如果是等價 這兩個人 他意思是這樣子 這裡有沒有問題 那 書的最後呢 他試著跟前面這個 十六章 這個 Gorsberg Network 或是叫 Computer Network 他們的關係 做一個連結 從數學上面 證明他們 也是有關係的 那我們再把剛剛的等式 移出來 但是是用 第二次 這一個 就是 只有Active的時候 可以 就用這一個式子 這邊 一樣 那用剛剛同樣的技巧 我會分享 我們用Delta T來取代 然後帶進左次 就可以得到 下面這個放程式 這應該很簡單吧 就是 就是把左次放過來 然後把Delta T 從分母移到這一項 那這一項 放到右邊 右次來 就可以得到這一項 那 從 暫到45章 45章 有一個從 向量變成 純量的 向量輸入 純量輸出的 這個 instaroo 我們可以得到 它有一個這樣的公式 說instaroo 這個 跟那個 reforce learning 很像的這一個 這個 W等於千 跟W加上一個α 然後乘上P-W1 然後這是輸出位置 乘上這個Ai 你可以看到這兩個基本上是等價的有沒有 這邊的這個N1就是這邊的P 然後這兩個符號的放號後面就是下面這邊 大瓜5跟這邊這兩個是等價的 所以Gorsberg的Discrete Time 的Learning Rule跟Insta Rule 在這方面是等價的 同樣在接下來繼續把這一個等次再進一步變換 把前後關係 這一項位置左右1億而已 等次是一樣的 那 前面 第16章 我們提到說 這個 Colonel的Mainwork 它是一個Winner Take-off 就是被選到Active的 輸出才會以其他位置 所以我假設在我這邊同樣的文色條件 假設Ni 只有Ni的時候它才Ending 我才需要更新它 所以在這條件裡面 我只對 我以這兩角 I star 用I star來表示 那這時候 我做了一些體換 簡化這個問題 我把上面這個整個 用alpha point代表 所以我就可以簡化方程式變成這樣子 那 由前面的 這個Colonel Network 這個Commit Network 它的Lending Rule 是這樣子 去對比這一個 你可以看到 十字基本上 也是等價 所以 就這個 方式 我們可以跟Colonel Network 這兩個網路 可以在這方面做到等價 但是 不是全然一樣 因為 這邊有一些 它在 變換過程中 有一些假設 這些假設 條件必須要成立 所以 所以 它在 變換過程中 有一些假設 好 那這裡 舉了三點 Gorsper Network 跟Colonel Network 前面一張 應該是前前一張 前一張是 RBF Network 比較不一樣 它跟 前前一張 幾點不一樣的地方 第一個Gorsper Network 是Continue Site 它是一律實驗的 你可以看到 它是一個 成為分放程式 跟 前面的Colonel 它基本上是 離散 雖然兩者 都有 recurrent computed 效益 但它 這邊 是一階 成為分放程式 所以它是一個 連續的函數 第二個 是 它的網路 來選 在網路本身 就已經做好 像前面講 它是 會去做 比如說 input 跟 這個 去做 距離 constant 跟位置 去做 constant 等等這些 對於 Gorsper Network 網路本身 就可以做 normalization 它沒有去算 兩者的距離 再來 就是說 它提到 它這邊的 soft competition 就是我們前面的 講的 這個 如果 我們用sign mode 它不再是 Winner Tango 只有一個 輸出 它會有一個 近似的 pattern 所以 它就像 Coore Network Sol 它有一個 feature map 在 以中心 興奮點 它會有一個 區域的pattern 存在 透過這個 這個 方式 我們也會有一個 類似像 Future Map 這樣的效果 如果這樣設計 Gorsper Network 我們可以看到 它會有這樣的結果 所以 Gorsper Network 如果搭配 election function 它基本上 你輸入什麼pattern 它輸出 就是一個 很近似的pattern 但是 完全一樣 但是 這樣的網路 乍天之下 是沒有什麼用的 所以 在後面的 ARP Art Network 它不是這樣的設計 它會 譬如說 我們做 culturing 它就會去把它歸類 是屬於 哪一類 它就會有類似像 Windows 10 Home 它可能會用 step function 超過我的strich hall 它才等於 這樣的一個設計 當然 這個網路一定有很多問題 不然它就講到這一張 就講完 不會 接續 下一張 以這個網路為技術的進步延伸 因為它有 兩個重大的問題 第一個重大的問題 我們在上上一張也有講過 就是說 上一張我們在講 Computed Network 或是 Core Network的時候 我們會講到說 他在做culturing的時候 當你的 輸入越來越多 網路越來越大 它 不見得會分到正確 上一張如果 我沒有把頭裡面放進來 放進來 可能 越長越多 脫代產 我們在做culturing的時候 它有 會歸類到錯的 類 然後 有可能會讓 原本正確 歸類到錯的 很便宜 這是 前面的 這個 十六章 它提到 這些簡單的 Computed Network 尼文 Network 它 潛在的問題 它沒有辦法 保證 在這方面 絕對會收斂 OK 所以 ART的提出來 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十九章 ART Network 它為了解決 這個 網路 誰的網路越來越大 它必須要收斂 的問題 第二個 是二十章 它要解決的 就是 這是一個 一結尾的方案式 它裡面 你可以看到 從最簡單的 後面 這個 我們在講 STN 這 Intergrade Intergrade Network 最最前面 我們在 索爾的最遠頭 講這個時候 後面這個 像是一個p 到後面 它越來越複雜 到第二層的時候 它會經過一個 非線性的 Ninia Activation Function 所以 這一個 常微分發能式的解 就不見得存在 所以 所以 這一個 常微分發能式的解 這一個 常微分發能式的解 就不見得存在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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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呢 它有可能是 收斂 有可能是震盪 甚至是發散 所以 二十章 就在討論 這穩定度的問題 提到 這個 那個 數學跟 控制論裡面 那個 很常用的 所謂 Live Mode Function 比亞普 莫夫 函數 控制論裡面 那個 維倫方程 用到 這個解 它 會不會穩定 這就是下一張 柴哥 要聊聊 要講的 反正是下個月 但因為 有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 順序對調 先講 不相關的 那個 十七張的 RBF Network 再回過台一下下個月 我們再講 這個ART 這是簡單的 這個 所謂的 自私益 震盪 網路的 一個 基本的 架構 它有三個 主要的 改進 它 增加一個 所謂的 Expectation Expectation 先簡單講一下 就是 我這邊的 L1 L1的 輸出 跟L2 他 覺得 判斷的 結果 就是選到那個 Pattern 我們剛剛講 不是有一個 Adaptive Weight 這Pattern 會去跟 這一個做比較 是不是有夠像 如果 不夠像的話 這邊有一個 叫Oriented Subsistion 就會把 這一個選到的 取消掉 就把它 Desable 掉 重選一個 這是 Adaptation 它的作用 就是 兩個做比較 它 它用 and 這邊的 輸出 跟這邊的 pattern 兩個做and 如果兩個都夠像的話 代表 這一個pattern 是被 許可 它就會輸出 如果不夠像 它就會 告訴 Oriented Subsistion 啟動 reset 把這個選到了 Desable 掉 那為了做到這個 它在Gang Control上面 就是 這個 常維分方法 右邊 右向的感次 那在Gang Control 它也會做一些變化 所以主要是做這四個 這三個 基本上 大家是保持 常維分方法 還是 這個 入我沒有變 沒有問題 那這裡面 如果 有一些 需要宣備知識 包含數學 還有一些 神經科學 那 我建議可以 看一下 這四本書 那 最左邊 這本 它有一張 在講 關於視覺的 兩張 在講 視覺的機制 前面一張 在講 眼睛進來 這部分 那第二 第二個 章節 在講 視覺皮層的處理 如果你有興趣 可以看這本書 這本 算是 神經科學 聖經的其中一本 那第二本 是 跟那個 spiking neural network 有關的 那 這 這一個 本書的前面部分 會 會講解 這 我們再 等一下 最最前面 骨頭 第二本書 其實這一頁 就是從裡面 貼出來 然後 我把那個公式 把它寫得 補上比較 全比較容易理解 這一個 基本的 所謂的 SAN LIF 神經元 模型 它就是一個 簡單的 並聯的 RC等效電路 好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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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本是電路分析的一本很有名的教科書 已經出了很多版 如果你要知道剛剛那個數學是從電路學的角度 比如說所謂什麼是戰太解、武太解 那也可以用電路學分析把這個公式導出來 那你也要了解這個微論方程 你必須要了解工程數學裡面 關於微論方程的這部分 那是今天的部分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就到這裡結束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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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